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气醒我 我做梦梦到你们俩约会 没想到梦想召进现实啊 泡酒 接电话 不去 你别睡这儿啊 你 你去楼上睡去 寂寞 睡着了就没有独孤热男的影子了 还说没吃醋 我看你就是吃完醋回来的 还在担心寂寞 没有啊 其实我挺羡慕她的 你羡慕她什么 羡慕她 可以牵动你的情绪 让你生气 让你担心 也让你笑 不是的 你不要误会 是你别误会 我完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就只是单纯地羡慕甚至 甚至有些忌妒 我也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像跟她在一起一样 放松 自在 我也希望 我可以牵动你的情绪 哪怕一丝一毫 我现在心里还有寂寞 装不下别人 我知道 但是 我觉得你还是 我不介意 我可以等 等到你彻底放下咱的那天 赵总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 别客气 那我就先上去了 若南 有些话呢 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 说完 我立刻就走 好吗 你知道 我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可自从遇见你之后 很多事情都变了 我变得一点一点感性起来 没有那么理智了 因为 因为我对你动了真心 我就是想说 如果有一天 在你的心里 真真正正把寂寞放下了 记得第一时间来找我 我一定不会像他一样 不会像他一样轻易放手 杜若南 你怎么来了 你酒醒了 对 被你气醒了 我做梦梦到你们俩约会 没想到梦想召进现实啊 成真了 杜若南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你干嘛要生气 关你什么事 你吃醋啊 嫉妒了 没有啊 没有 我送你上楼吧 可以啊 上来喝杯茶嘛 不好意思 喝喝喝喝什么茶 不准带男性在晚上回家 白天也不行 有什么事公私说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上楼 这 不好意思赵总 改天再喝吧 晚安 晚安 晚安哦 还说不吃醋 装 你再装啊 在我面前分分钟现出原形 不过她吃醋的样子 也是有魅力 啊 走啦 你到底要纠缠若南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啊 我也想问你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所信 是吗 我现在正在追求若南 若南也同意 尝试着跟我发展下去 而这个时候 你总出现来骚扰她 你觉着 跟我有关吗 所以你们确定关系了 还没 但快了 所以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承认你 爱上了毒苦若南 没错 在你之前 比你更久 也就是说 你承认你自己 背叛了苏小 是吗 我对苏小的感情 不需要任何人来质疑 我从来没有背叛她 更加没有忘记她 但若南出现 我很爱她 无法克制 而且 你的出现 让我更加确定 不应该再犹豫了 无论你是否相信 苏小的确实不在了 我看在苏小的份上 你不配提苏小 我顺便提醒你一下 保护好你的苏南 我警告你 苏南是我的底线 随便